弟弟世界之物影战婆 第五集 深经半夜 司马辉三人在荒坟野地里走迷了路 越来越是发慌 三转两肉之下 心中早就毛了 再也辨不清东南西北了 罗大海平时胆子很大 但是要分什么事 论起闯祸打架 他都敢把天捅一个窟窿 牛鬼蛇身也多是不在话下 但他小时候曾去鸡窝里偷鸡蛋 不料里面恰好钻出来一只黄鼠狼子 可巧一把他给揪了出来 当时那条黄鼠狼子刚咬死了母鸡 满嘴都是鸡血 两眼通红 当时可把罗大海吓得不清 从此心理上就留下了阴影 至今念念不忘 所以他唯独最怕狐仙黄仙之术 以前在这方面 表现得无所畏惧 多半都是硬装出来冲样子的 一旦遇到些超出常识范围以外的恐怖事情 难免会往旗上联想 果真是比兔子胆还小 他曾在东北听到过不少此类民间传说 认定是被藏在坟地里的黄皮子给迷住了 想到此处心地生寒 竟连腿肚子都有点赚筋了 夏勤听他说鬼城里边住着几只黄鼠狼子 想想都觉得毛骨悚然 也不由自主的怕上心来 吓得连色都变了 司马辉却不相信这种说法 他知道 东北地区重信黄仙之风疾寿 但在满清以前 关内迷信此事的民众并不太多 甚至可以说几乎是没有 直到八旗铁甲入关以后 满汉文化之间相互影响 关内才逐渐开始有了拜黄仙的习惯 关于鬼巷子形成的原因 有很多 那些田间地头的说法 不见得都能当真 这片坟地里未必就会有野狸等物作怪 只是眼下遇到的情形实在太过诡异 难以用常理判断 纵然是他胆气极硬 又擅长随机应变 但毕竟还是年轻实浅 此刻也难免觉得束手无策 这时 司马辉发现 手中锁令的煤油灯光亮渐弱 眼瞅着就要熄灭了 心中一股不祥的预感悠然而生 他对罗大海和夏青说 这条路就算是走迷了 怕是轻易也难出去 我站站灯里的煤油所剩无几 看来也威慎不了多久 有道是灯灭鬼上门 咱们要是想活命 必须尽快想办法往外走 否则再过会儿 完全失去灯光 落在这坟地里两眼一摸黑 更没有机会逃出去了 罗大海无奈地道 我算是彻底没招了 平时就是你小子搜主意最多 依你说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司马辉绞尽脑汁地想了想 他当初在北京 师从文武先手 颇知道一些陆林典故 想马这个词 本来是专指 山东路上 跨马挂陵 自作暗号之 陆林盗贼 多种侠义之戏 难时其胆 莫变其非 投财于致密 谋命于无形 发展到后来 无论是关东的胡子 关西的盗马贼 江南的艳户 两胡的传绑 凡是自居杀父济贫 替天行道 并遵官圣 拜十八罗汉为祖师爷的道众 也都被归为响马之流了 以前的响马 常会钻进山沟里面 躲避官府的追捕 那些中年不见天日的原始森林 生得比人还高 一望无际的荒草垫子 不摸底的人一进去 就立刻会被海蚊子给盯成干尸 还有沼泽 雪谷 瞎子沟 都是响马藏身避祸 以及摆脱追兵的宝地 他们跟官军一打就散 淘寄人际罕至的老林子里躲藏起来 等风声一过 才重新聚集 正因为如此 世人才说 响马子善能实路 即便是逃入地形复杂的 深山穷谷 遇到迷失路径之事 也可以通过观看星斗 来辨别方向 天鹰看不见星星的时候 就去寻找水源水迈 只要跟着水走 也一定能够走出去 可眼下既没有星星 也没有溪流 哪还有什么法子可想 最后 司马辉记起了陆林中 还有种推门术 也就是通过迷信的方式 推算升门 那是先天宿长中八卦其中一种 一般都是狗头军师来做的 司马辉根本不知道这路手段是否有用 也从来没有具体实践过 但为了死中求活 也只得照猫画虎 按着葫芦画瓢 效仿前人传古下来的古法 在坟前堆起了三块石头 搭乘了祖师斧 又搓土为造 插了几根野草作香 这时本该念一并推门令 但司马辉早就给忘了 不得不临时拼凑了几句 只听他口中念念有词道 有请官夫子降谈 李老君离世 列位祖师爷 玉皇大帝观神音菩萨 总司令三老四少 快来显真身 救弟子们脱困 说完 抬手摘下了罗大海的帽子 一把抛上天空 看他帽子落下来 掉在哪个方位 便是声门所在 就朝着那个方向走 可能就有活路 罗大海完全不懂这套东西 他只是心疼自己的军帽 大叫道 你找的重疯了 这种封建民心的糟粕也能戏啊 说着话 就去找那顶帽子落在的地方 但是坟营间到处漆黑一团 长草过期 帽子从空中落进荒草堆里 顿时就没了踪影 又上哪里去找 罗大舌头急得鼻涕都流到嘴里 正不住口的埋怨司马辉 却听草丛里吸缩有声 他还以为是黄皮子从坟里钻出来 不禁被唬了个半死 张着大嘴 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司马辉想不到扔帽子这招还真管用 心下也觉得诧异 莫非祖师爷当真显灵指路来了 他将下擒挡在身后 举起了光亮如斗的煤油灯 寻声一照 就见在业务笼罩下的荒草丛里 走出一人 那人提着一盏马灯 孔中低声哼哼着赌徒们平日里惯唱的小曲 财人今日下凡尘 天下耍钱一家人 清钱耍的赵太祖 浑钱耍的十八尊 千山万水一枝花 清钱浑钱是一家 你发财来 我沾光 我吃肉来 你喝汤 荒腔走板的离曲声务 在黑夜中由远而近 只待那人走到尽头 司马辉才看清楚 来人却是赵老鳖 原来赵老鳖一时来到了罗石桥 没看见司马辉和罗大海的身影 又发现了坟营中有灯火晃动 不用问 也知道是怎么回事 当下一路寻了进来 他一见到三人就说 让你们夜里紫时在破桥下等着 咋擅自撞到这片坟地里来了 还多带了个丫头片子 都不要小命了 万一掉进坟窟窿里边 被野梨子拖去 随你天大的本事 也别想再他们爬出来 罗大海总算盼来了救星 不由得喜出望外 但嘴上物资用墙 哎老赵 你先前可没告诉我们 这片坟地布朗金 到这时候 你就别小猪敢晾脱裤衩 给大伙装明灯了 赵老鳖也没理会 罗大海胡言乱语 他指着夏勤 问司马辉 这丫头片子是谁呀 司马辉见赵老鳖 衣衫有缝 身子在灯底下也有影子 就知道他世人非鬼 便把夏勤的事情 简单说了一遍 夏勤此时 已经知道了赵老鳖 就是司马辉和罗大海的 那个朋友 虽然此时惊魂未定 仍是保持了应有的礼貌 过来伸手说 老扎师父您好 赵老鳖没有理会他 转眼对司马辉 皱起眉头说 俺们提前说好了 别带外人来 咋都忘了 司马辉道 这件事回头再说不迟 随后 简单地告知了一下 目前的处境 说这地方很是邪门 倘若能有人在河边 挑灯接应就好了 可如今四人都进了坟地 不等到天亮时分 或者是云开月线 绝难脱身 赵老鳖 眯缝着小眼看了看四周 低声道 其实在深山野岭间赶夜路 难免会遇着鬼巷子 只要别让孤灰野鬼 跟你回去 也就没啥大不了 只是走黑路不能闭口 咱古诗流传下来的法子 装进鬼巷就创戏 一声能压百歇 一吼一唱就闯出去了 司马辉等人听得满头雾水 这事我还真是头回听说 在鬼巷子里边走麻达 要唱哪一出啊 红灯记还是杜鹃山 赵师傅你会唱 赵老鳖也不做回答 只是嘱咐他 你们只管跟咱 后边走就是了 不过千万别回头去看那座灯珠闪烁的城池 否则就别再想离开了 啊 司马辉不解其意 又问道 这话怎么讲 赵老鳖说 那座鬼伙伴的城子 在杂木林中荒野哀草之间 或隐或险 忽远忽近 诡调难辨 越堪越迷糊 咱无论如何都不能以他的方向作为指引 万一陷入其中 那可真是万劫不复了 说完这番话 赵老鳖引着三人往前便走 同时用他那破罗嗓子喊道 黑夜里走路我心不惊 我生来便是同手直铁剑 身上还有七把杆金刚 我抢起火龙我赵四方 原来他口中所唱 竟是一种民间失传已久的枪黄调 曲声虽然是嘶哑 但在中夜听来 却显得粗犷苍凉 有股昂扬激烈之意 不知道是不是出于心理作用 这几嗓子一吼 司马辉等人 也不觉得心里在发虚了 赶忙抖擞着精神 埋头向前走了一瞅 竟然就此走出了坟地 又重新回到了诺座 破烂不堪的罗师桥前 三人见脱身 也都松了一口气 司马辉到了此时 更觉得这赵老鳖 是个深不可测的奇人 别看他吐得掉渣 但还真应了那句 凡人不可冒相 海水难以抖凉的话 就同他请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遇着鬼巷子 一唱戏就走出去了 这戏又唱的是哪一出呢 赵老鳖是才走得急了 蹲在地上歇气 又点起了他那根老烟枪 闭上眼睛贪婪地 作了两口 一阵喷云吐雾之后 才慢条斯理地回答道 为啥只依夜行天里都姓虎 这话是什么意思 原来所谓夜行千里都姓虎 其中提到的虎姓是指山神野 走山的迷了路 自然要唱走山枪皇 罗大海也在旁边问赵老鳖 远处那片辉煌的城池究竟是啥地方 里面有没有住着老黄鼠狼啊 赵老鳖说那地方是王死城 城里住着寒冤覆驱二鬼 还有浩浩荡荡的五千阴兵把守 活着难尽 随后他又掏出那枚定风珠来 说只要有此物在手 当可冒死尽城一探 你们敢不敢去 罗大舌头听说那边没有成了精的黄鼠狼 立刻就来了劲 他把眉头挑了挑 抹去了脸上的鼻涕说 我还真就不信这个了 咱都是两条胳膊两条腿 你也没比我多长一脑袋 只要你赵老鳖敢去 我罗大海有什么不敢去的 赵老鳖虽然确实有些本事 但他为人气量很浅 见罗大海出言无度 当即冷笑着伸出左手 哼 其实在眼里 你们也就是群半大的猫孩子 所以你们还是且慢夸口吧 你看这左手是个六指 可不是比你多长了一根手指头 有本事你手上也多长点啥 让俺见识见识 罗大海一看赵老鳖还真就是个六指 只好混别的 这还值得显慢 你别忘了天外有人 天外有天 一个六指你就不知道天高地厚 实不相瞒 我罗大海刚生下来长了三条胳膊 可我爹为了响应毛主席 请你简约闹革命的伟大号召 不愿意为我浪费布料做三条绣管的衣服 就硬拿菜刀给我咔嚓一条 现在那条胳膊还在我们家里 腌鲜袋缸杆缸里边 你给你腌着呢 你不信你可以跟我回去看去 真是 赵老鳖这才发现 罗大舌头这好人 没理可讲 只好闭口不去接话 他转头又去看了看司马辉和夏琴 问二人是如何打算 司马辉同样不相信赵老鳖的唯言耸听 这世界上哪里会有什么枉死成的存在 他也决定过去看个究竟 而夏琴也不敢独自留下 不得不再次选择随他们同行 赵老鳖见状黑黑一笑 就地磕灭了手中的烟袋锅子 站起身来 在前引路 四人从河床边 绕过了大片的坟地 斗了很远的路 但说来也怪 随着脚步的移动 这次竟离那座鬼火闪动的城池 渐行渐进 待得离得近处 赵老鳖忽然停住 熄掉了马灯 并且做了个手势 让司马辉等人都蹲下来 浮在了草窝子里 向前方悄然 快逝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